这个快递呢 是一个生鲜的啊 快过年了 该制办年货了 送来的时候我不在家 我这进城了 这大虾不错吧 这么大 跟我手差不多啊 让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大虾 这个虾呀 它是气冻的啊 就是每一个单个儿冻的 不是那种冻在一起的 到时候画的时候 吃的时候还得一起画 这样呢 吃几个拿几个 我现在呢 就煮几个看一下啊 剩下的我就赶紧冻起来 31 32 33 34个这一盒 吃一个啊 哇 这虾呀 只要是新鲜就好 哇塞 好烫 看这虾 虾肉 很新鲜 这个虾拔好了啊 看这个虾仁多大 Q弹Q弹的 让我吃一个啊 嗯 很新鲜 生的多大 煮熟呢 基本上也没怎么变化 还是挺大的 看看这虾 生的时候就这么大 熟了以后呢 还是这么大啊 各个都是这样 非常新鲜 冬天青岛人 这个虾怎么吃呢 就是 虾炖萝卜丝 非常鲜啊 不要放酱油 放一点点花椒 萝卜洗花椒 虾也洗花椒 还有就是白菜 大白菜炖虾 这是青岛人冬天 吃虾的方式啊 一个就是家里来客人了 做个糖醋虾 盐水虾 盐水虾是最简单了 就是煮一下 放点葱姜 放一点花椒 放一点盐 叫盐水虾 萝卜丝 放上这个大虾 特别鲜 白菜也是 放虾 特别鲜 非常好吃 尤其是白菜炖大虾 把这个虾脑啊 都给它腌出来 非常好吃 焦黄焦黄的 这个虾呢 推荐给朋友们 品质还是挺好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